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让他不要再猜忌我 我想挽回他对我的信任 挽回信任 现在不信任他了 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因为提了这个彩礼之后 他现在对我态度就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那我们就从彩礼开始说 好不好 可以 交往多久 现在 交往大概两年多了 提彩礼不就要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我父母 希望我早点结婚 所以说就在这年初的时候 我就有带他去见了我的父母 然后我父母就跟他提了 一些结婚的事情 像彩礼结婚场地这些都说了 然后他还就跟我父母保证说 他现在拿不出来 然后说近两年会努力的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 这两年拿不出来 以他现在这个能力 因为我很清楚 他现在的能力 你父母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呀 就是要求 十万块钱的一个彩礼 哦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他现在感觉就态度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而且现在我怀疑 他跟女同事之间 暧昧不清的 听明白了 这个压力对你来说很大吗 小伙子 现在的话真的很大 因为我哥结婚也刚不久 父母为我哥 婚礼真的筹备了很多 这样亲戚也借了些钱 这些压力我都有所分担的 有没有跟他们父母说这些呀 有 有说 但是我也向他保证 我真的会努力 我不想放弃这段爱情 我知道 你是努力说等我 等我几年时间我们再结婚 达到要求我们再结婚吗 还是说我们先结婚 你就我给你个承诺 达到要求再结 哦 那没毛病啊 是啊 他现在是 话是这样说 但是他现在连态度都变得 感觉他就有点对我 和父母有意见了 然后现在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找他 因为我家人生病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着急 我要找他借一笔钱 因为是我 谁生病了 我的姑姑 姑姑生病了 对 然后就是说 我马上要去交这个 治疗费很急的 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 微信发给他 他却一直不回我 我那个时候就感觉 他不想借过我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不想借我 你问他借多少钱 大概三万多 我就觉得他不想借过我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找了很多亲戚 我才借到的 那你觉得他有那么多钱吗 我觉得你至少也借电给我 然后他的当时是不回我 然后打电话 微信是没有回我的 所以你认为他没回你 他要冷戴你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都是不想借过我 因此这个事情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在浙江 你在重庆 而且我刚调到一家新店 新店筹备的话 前期是很忙的 我一直忙得到晚上 八九点的时候 才给你回了电话 可是你没有两两句 你就给我挂了 我再打过去的时候 你却把我拉黑了 我还是通过同事 才找到了你 然后虽然说我们之间和好了 但是我也为了 这段感情 我不是向公司申请了吗 把我调到重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我觉得他当时就是不想借我 因为他当时是很久 才回复我 就是大概有七八个小时 然后才回复我这个事情 就是不想借过我嘛 然后这个事情就算了嘛 我就也借到了呀 但是我现在连发个消息问他 我想关心一下他嘛 然后他也不怎么回我 吃饭也是这样 他现在都找借口工作累 所以女生觉得是因为彩礼出了之后 对 男生被吓退了 是这意思吧 因为之前都不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就 他消息也回复得挺快的 然后吃饭也都不会这样 找借口说工作挺的呀 彩礼不能成为我们两个之间的障碍 而且我来到重庆 我都是为了你 而且我刚到重庆 我总要适应新的工作 新的环境 我也要投入精力 这样子我才能娶你 而且来了重庆的时候 那天吃火锅 我真的回到家真的很累 我只想两个人 简简单单的 普普速速的吃一顿就好了 可是你非要出去吃 还闹脾气 不吃饭 当时我真的很累 当时我还是要给你买夜宵 我怕你饿着 你还是不吃 你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跟我发脾气 什么样的小事会发脾气 就算简单的 我之前不小心 把他头发压着了 他就发脾气 什么意思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 他有跟女同事聊天 然后现在都不回我 我看见他还约你去吃饭 结果跟我没时间了 那只是公司的同事 我们一起共事 一起要面对客户的 他是我的搭档 在工作上 生活上 我们经常交流的都是工作 而且手机短信 也给你看了呀 微信内容也给你翻了呀 你为什么就不信呢 你还要扬言要删除掉 我公司的所有女性同事 吃饭呢 吃饭那只是公司聚餐 每月都有 很正常的 又不是我单独跟他去吃饭 是吗 你觉得我放心吗 你们公司我知道 是有那么多女同事 经常跟你聊微信的 那个女同事也在 你觉得我放心让你去吗 那到时候你去聚餐的时候 跟那个女孩子有什么 我怎么办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她同事 除了男同事就是女同事 她正常的同事交往 你不让她 你让她怎么办呢 但是那个女的也在呀 我很不放心 我觉得其他女的还好 因为就是那个女的 那你为什么不放心那个女生呢 因为她们一直聊天 然后她为什么别人不叫她去吃饭 就叫她 你看到过她们俩单独吃饭是吗 对 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 她和一个女孩子 在那儿喝咖啡 在一个商圈里面 但是我没有看到 那个女孩子的正脸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 很像那个女同事 所以我很怀疑 她和那个女同事 肯定有点什么 那当时她只是因为感谢我 我在工作上有所帮助 人家还一下礼 请我吃个饭 这很正常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怀疑 可能你当时真的是因为彩礼吧 可能误会了我 但是我也跟你解释过 彩礼不能成为我们两个阻碍 我可以奋斗 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奋斗的话 我也希望你跟我一起奋斗 毕竟以后的生活 都是要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 我真的我对你的心 从来就没有变过 但是你自己想想 我们之前你回消息啊 打电话啊 我问你你在干什么 吃饭了没有 你马上回过了啊 吃饭还拍照给我看 现在呢 你现在直接不回复了 你这就是因为这个台里 找其他女孩子了 就感觉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就怀疑她 肯定和那个里头有事儿 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地说了 女生才已经不想跟她交往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她就现在和那个女孩子 不亲不楚的现在 好 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的 就是因为我感觉到 你要往处跑 所以与其这样 我们就不要这么拖着 我就跟你分手 但是男生不愿意 接受这个现实是吧 对